文证人 文证人7日在首尔小宫洞乐天酒店举行的第19次光化门休息室演讲中 做出了前述发言 报道指出 文证人表示 美国去年曾动过军事行动的念头 还下令五角大厦做准备 去年12月左右 五角大厦第一轮针对11个军事选项全部进行了筹备 并决定到今年3月位置拟定出 军事方案 文证人表示 美国方面称 如果选择性的对北韩的重要核军事设施和距点展开攻击 北韩便会举手投降 就像叙利亚那样 对于北韩国务委员常金正恩的评论 文证人表示 金正恩年纪上轻 在瑞士接受过教育 严格来说 可说是在日侨胞 由此看来 他与父辈的领导力存在差异 对于将金正恩比喻位在日侨胞仪式 文证人谈及有不少分析称 金正恩母亲高英姬是回归北韩的旅日侨胞 平壤万景台艺术团员出身 因此高英姬对北韩金氏一族标榜的白头血 同有助强烈的自卑感 报道指出 文证人表示 我认为如果 在与美国的谈判中 条件谈妥的话 金正恩委员常有契合的可能 文证人还表示 可以看出 北韩的 模式有所转变 金正日委员常追求的是强盛大国 极透过使国家强大 再使国家繁荣 而金正恩委员常走的是 富国强兵的路线 北韩的路线